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至二十一节 我们来到罗马书第五章下半章的部分 上一次跟大家讲了罗马书的第五章头 就是讲到一个信徒有七个不救的确据 现在去到第五章的尾 保罗又要解释一些的事 保罗说 每个信徒都是因信称义 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二人 但是耶稣基督怎么能够一个人救赎那么多人 我们为什么又会 每个人生出来就是一个罪人 需要耶稣基督来救赎 所以保罗在这个部分来解释这一切 我给他今天的题目做 在亚当女死 耶稣女生 亚当令到众人都死 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接受他的人 都有机会是得到永生的盼望 那一些的背景 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去到三章的头 讲出罪人的罪和失丧 然后在第三章的尾至到第五章的头 讲出了耶稣基督 怎样扭转了人类的命运 所有人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都能够去到神的面前 行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以致被神称为一个二人能够得救 但是有很多的犹太人在罗马的教会 可能他们就会问 喂 耶稣基督一个人 怎样救那么多人呀 怎样能够救赎所有信他的人呀 所以保罗就在这个部分来分析 给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怎样能够是拯救罪人 他怎样能够是取代了 所有罪人在十字架上的地位 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里面 可以讲得是最核心的部分 但是也都是给很多学者认为 是罗马书里面最难明白的经文 如果是第五章下半段有清楚的教导 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明白 我们就应该来接受 但是也都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明白 只是暂时的 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理解 只是我们不能够是 以我们现在有限制的人 来到是体会这些的事 那问题不在神 问题在我们那里 将来去到天堂 我们会有更完美的知识 所以去到天堂我们会明白一切 暂时现在在地上 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的 我们将这个奥秘给回神 因为奥秘是属于神 但是有日我们去到天堂 我们是能够明白 但是我也都会尽量来解释 如果我们是要明白 今天的经文 我们要注意字眼的出现 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底 那一字一二三四的一字是出现了十一次这么多 保罗要告诉我们 是从一个人 所有人成为罪人 但是也都是由一个人 所有人都能够被神称义 所以那一字是很重要的 第二呢 就是作王这个字 五次在经文出现 罗马书的五章十四出现一次 五章十七出现两次 五章二十一又出现两次 保罗说亚当和耶稣基督 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国里面作王 这个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要注意那些字眼就是 更加许多 更要 和更显多 保罗要告诉我们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 是远远超过我们在亚当身上所失去 所以这个就是这半章经文 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作王的部分 保罗告诉我们 死亡在世界作了王 因为亚当的罪 死亡就成为人类的王 死亡就作了王 这个也是原因 为什么这么多人怕死 希伯来书的二章十五节 说西人都很怕死 尤其是中国人 你千万不要去到他的面前 跟他说死死声 他不喜欢听的 就算他病到五颜六色 你也不要说个死字 他会认为不吉利 其实死亡是非常之的真实 全世界都布满了坟墓 我们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一件事很令我注意的 就是不管你去到哪里 去到哪个国家 哪个城市 你都见到有坟墙 有很多人死亡 每年至少有六千万的人死亡 也就是说每一秒钟 就有两个人死亡 基督徒都是一样 除非我们等到耶稣基督 回来迎接教会 我们都还没去世 这样我们就能够逃避死亡 否则我们都会经历死亡 司马迁是西汉的人 他是史记的作者 他也是历史学家和一个文学家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是很出名的 他说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每个人都会死的 拿破仑也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英明一世 但是我死了之后 我就会被撞进泥土里面 那些虫就会来吃我的身体 一代的枭雄拿破仑 他能够征服很多国家 但是他不能够征服死亡 原因为什么 死亡在这个世界真是作了黄 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死亡会作了黄 为什么每个人生出来就会死 无论是寿宗正寝 你能够活到超过一百岁 或者是一个刚刚出生的BB仔 腰折了 又或者是两者之间 无论什么人都要经历死亡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 死亡在这个世界作了黄 就是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至十四节 所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的五章十九节 保罗说 因一人的勃契 众人成了罪人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而了 这里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对比 就是透过亚当一个人 影响所有人变成罪人 死亡就进入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与神隔离 但是透过耶稣基督呢 可以逆转这一切 使到人与神和好 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耶稣基督的乙都能够披在他们的身上 得到永生 第五章很明显 保罗是将亚当和耶稣基督 来到是比较 来到对比 这一点就告诉我们 听什么呀 亚当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人物 是吧 因为保罗将亚当和耶稣基督 来到比较 而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是真真正正历史的人物 没理由你会将一个人和卡通人物 或者是一个神话东的人物来比较 所以我们相信亚当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创世纪 头那几章只不过是神话 其实是真正的历史事实 在罗马书的五章十四节 保罗说亚当就是耶稣基督的预像 但是这个预像我们要知道是相反的预像 亚当所代表的 和耶稣基督所代表的 是刚刚相反 由亚当每个人都变成罪人 每个人都被定罪 每个人都会死亡 但是耶稣基督呢 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被神称为一个义人 得到救赎 能够是被赐有永生的盼望 亚当和耶稣基督唯一相似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都能够影响很多人 这个就是唯一相似的地方 但是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反的 保罗说 因为亚当的罪 死亡就作了世界的王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共是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 因为一个人所以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注意经文不是说 罪是由亚当开始的 经文没有这样说 在亚当之前已经有罪 圣经告诉我们是魔鬼起初犯罪 我们不知道魔鬼是什么时候犯罪 撒旦是什么时候犯罪 但是相信是神创造万物之后 人类堕落之前 就是撒旦犯罪的时候 所以圣经说 地狱不是为人类而切 地狱是为魔鬼 和他堕落的天使而切 但是如果任何人 甘愿是拒绝接受耶稣基督 他们都会一起是被打落地狱 亚当只不过是将罪带到来世界 所以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 说从一人罪就入了世界 亚当只不过是一个媒介 是撒旦的代理人 但是他不是最初犯罪的那个 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八节 说犯罪的事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所以亚当只不过是 撒旦攻击神的一粒棋子 注意希腊文罪这个字 是单数不是复数 即是不是说个别的罪 不是说某些罪 而是说是总括的罪 神学家叫这个做原罪 就是每个人的罪性 就是亚当将他的遗传 因此给了我们 他也将他的罪性给了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亚当的缘故 我们每个人生出来都是罪人 这个也是原因 为什么耶稣基督 是要同女怀孕 因为如果耶稣基督 都是透过男女交合 而生出来的话 他也一样是会有罪性 所以耶稣基督 因为他是无罪 所以他是由同女怀孕而生 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二十二节 在亚当女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女众人也都要复活 有人说 为什么圣经只是说亚当的原罪 没有说到夏娃的 我们每个人的遗传因子 都是由父母来的 为什么圣经只是说亚当不说夏娃 是不是众女轻男 不是 为什么不说 因为夏娃是哪里来的 是亚当的肋骨而变成的 是吗 在创世纪的二章二十二节 所以亚当的原罪 已经是包括了夏娃的罪性 在他的里面 所以不需要是说夏娃的罪 第一点 我们说了 罪是透过一个人进入了这个世界 第二点 死亡就是透过罪 也进入了这个世界 人起初是照谁的形象而被创造的 是神的形象 神会不会死啊 不会死 所以起初人是不会死 但是因为人犯了罪 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这个在圣经里面是很清楚 很多经文都是这样告诉我们 在创世纪的二章十七节 指示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这条就是戒命 如果你不遵守 你就犯了罪 是吗 吃了会怎样啊 因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还有呢 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 罪的公价乃是死 很清楚 以西杰书的十八章四节 犯罪的他必死亡 在《书与圣经》里面很清楚 死亡是对罪的惩罚 但是听清楚 死亡不是因为人犯罪 我再说一次 死亡是罪的惩罚 但是人死亡不是因为人犯罪 而是因为他们是有原罪 是有罪性在他们的身上 你说有什么证明啊 刚刚三出来的孩子 都会夭折的 是吗 他们什么都没做 没有犯罪 但是他们会死亡 这一点就是被我们看到 死亡不是因为我们犯罪 而是因为我们有罪性 在我们的身上 神学 叫这个做堕落 人类是彻底的堕落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是承计了亚当的原罪 承计了亚当的罪性 亦都是承计了对罪的惩罚 就是死亡 所以每个人生出来 都是会死 罗马书的五章十九节 说因一人的活逆 众人成为罪人 罗马书的五章十七节 说若因一人的过犯 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 你说死亡 究竟什么死亡 是由司马迁所说的人故有一死 其实在圣经里面 一共有三种死亡 第一种死亡是灵里面的死亡 第二种死亡是肉体的死亡 第三种死亡是永恒的死亡 我们先看看第一种死亡 就是灵里面的死亡 灵里面的死亡 就是与神隔绝 这个就是灵里面的死亡 有两节经文在以弗所书 我们可以来看看 一个灵里面的死亡的人 是会怎样的 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 或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信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缝翼之子心中混行的邪灵 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八节 他们心地分媒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他们自己无知心里肝硬 所以 所有不接受神的人 对世人来说 咦?生猴猴的这个人 这是一个活人来的 是吧? 经文说什么? 他们随从今世的风俗 在书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 在世俗的人来看 一个未接受耶稣多少的人 都是生亡亡的人 是吧? 他们对魔鬼的事又怎样? 是信从空中掌权者 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 对魔鬼的事 他们都好像一个活人一样 但是对神的事呢? 你看看以弗所书的四章十八 在书以弗所书的生命隔绝 在书一个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世人来看 在鬼魔来看 他都是活着的 但是对属神的事呢? 完全对他是无关 每一个生出来的世人 都是与神隔绝 直至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止 这一个是圣经的教导 还有第二个死亡呢? 是肉体的死亡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 就是肉体的死亡 肉体的死亡是什么? 和所有有生命气息的东西 和所有有生命气息的东西分开 一个死亡的人 你可以哭到呱呱声 但是他已经和有生命气息的人分开 他都不会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肉体的死亡 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五节 说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牢伏的人 很可惜 非常之的奇怪 世人都怕肉体的死 但是不怕灵里面的死亡 这一个我们很要注意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他说 那杀死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你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 你正要怕他 在万太福音的十章第28节 所以我们不要怕那些 只不过会伤害我们肉体的 我们要怕那个能够使得 我们灵魂和肉体都灭在阴间 那位就是神 你说但是我是基督徒 我都很怕死啊 基督徒当然 有可能就是怕死亡带来的痛苦 也可能就是因为死亡带来 和他心爱的人有暂时和永远的隔别 为什么我说暂时的隔别呢? 如果你心爱的人都是一个基督徒 你和他是暂时的隔别 你将来会在天堂再见 但是如果你心爱的人不是一个基督徒 你将会永远和他分开 所以这个是很恐怖 如果有心爱的人我们要赶紧 是向他们来传福音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就会像保罗那样 保罗说什么? 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除了是怕可能死亡带来的痛苦 和和心爱的人分开 我们应该不会是怕死 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 还有第三种的死亡呢?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 你要怕那个能够将你的肉体和灵魂 都灭在阴间那一个 所以 永恒的死亡是什么? 是灵里面的死亡 加上你肉体的死亡 这个就是永恒的死亡 是第三种 这个也是启示录 二十一章八节 被称为第二次的死亡 就是永远与神分开 你生出来 你可能是与神分开 但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 但你去到永恒的死亡 你已经没有机会 再是接受神 你是永远与神分开 永恒的死亡 是包括和天堂里面有生命气息的一切分开 亦都是和地狱里面一切有生命气息的一切分开 非常之恐怖 你说圣经里面有哪里有这样的教导 有两道 第一道就是路加福音的十六章 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注意我说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 不是比喻 我曾经说过一篇道 叫做圣经里面的比喻、隐喻、寓意和密码 我是解释得很清楚 财主和拉撒路绝对不是比喻 是一个故事 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告诉他们听 阴间是怎样的 阴间就是将来地狱的预像 在阴间是怎样的 你能够见到将来的地狱和阴间 恶人都是被隔离的 就像那个财主一样 你看到他是孤零零一个人 没有人和他在一起 但是拉撒路呢 他跟谁在一起 他跟阿伯拉罕在一起 所以让我们见到将来 天堂我们会很快乐 和我们心爱的人在一起 但是地狱呢 是被隔离 是孤独的 是很恐怖的一个地方 还有第二个例子 在新约有七段的经文 我不一一读出来了 我会放在树 是说到地狱是一个哀哭设耻的地方 另外有四个地方 说到地狱 是说在外面 为什么会在外面呢 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就是所有那些天堂的人 在一起 去到外面就是你隔离了 你是个别被隔离 我都听过有很多非基督徒 他们说 我都不知多向往地狱的生活 我可以和我一群的朋友一起来派对 一起来派对 都不知多开心 我很向往地狱的生活 很对不起 地狱的生活是隔离的生活 你不会和你一群朋友在一起 是个别隔离 是一个永远被隔离 永远黑暗痛苦的地方 哀哭设止的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要很小心 要尽快向人来传福音 除了因为一个人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除了当罪进入世界 死亡就进入这个世界 还有第三点 保罗话给他们听 这个就是很难明白的经文 为什么保罗话众人都犯尿罪 你说杂住 保罗话阿当犯罪的时候我都未出世 怎可能我和他一起犯罪啊 你说没有这样的可能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是阿当带领我们所有的人和他一起来犯罪 我再说一次 阿当带领所有的人和他一起犯罪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罪性都在阿当的身上 我们所有的遗传因子都在阿当的身上 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 就好像带领我们一起的人和他一起犯罪 你说你这个牧师说得就说的 你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 你的神学观为什么这么怪呢 有圣经根据的 我等会说 我又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回去自己看看圣经是否这么说 这个也是原因 为什么我很喜欢用圣经来解释圣经 很多解经家都解得很好听 天花龙凤 哇好听得不得了 但这个是他个人的见解来的 不是圣经的解释来的 真正圣经的解释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 为什么呢 因为背后有同一位的圣灵 所以当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 就是真真正正的作者要你明白的话语 但如果你解释到天花龙凤 都没用的 这是你自己的见解 我现在要说在圣经里面 哪里说阿当可以带领我们众人犯罪 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 讲到有一个叫做麦基什德的人 记不记得啊 麦基什德他是住在撒冷的地方 在创世纪的十四章 撒冷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 在希伯来书的七章九至十节 说阿伯拉罕献祭给麦基什德 麦基什德就是那位无耻无忠的 他是耶稣基督的预像 所以阿伯拉罕其实是献祭 一个演习是献祭给神 献祭是谁的责任啊 是谁的权柄可以献祭啊 是利美人啊 是祭司啊 你说阿伯拉罕的时候 利美人未出世啊 是阿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生雅国 雅国才生利美的啊 都未出世 怎能够献祭啊 阿伯拉罕就是带领所有的利美人 在他的身上是向麦基什德来献祭 所以这个也是原因 当阿当犯罪的时候 也是带领我们所有的人来犯罪 因为利美的基因在阿伯拉罕的身上 我们的基因也都在阿当的身上 这是第一个解释 还有一个解释呢 是完全相反的 不是我们的基因在阿当的身上 而是阿当将他的基因传给我们 很多时候 儿子做的事好像爸爸的 因为爸爸的基因在儿子的身上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阿当在伊甸园犯罪 如果我们当时在伊甸园呢 我们一样会像阿当那样犯罪 一样不能抗拒魔鬼的引诱 一样会坏了 因为我们和阿当是很相似 有没有看到 两个完全不同的解释 但都能够解释 为什么我们众人都犯了罪 但是如果你说 牧师 我还是很不明白 这样就要等到你去天堂 等我们是有更完美的知识 我们才能够明白 就是好像生命记的29章29节 暂时来说 隐蔽的事是属于神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 我们暂时就把它放在一边 还有 有人说 我仍然觉得神不公平 为什么我一删出来就是罪人 就有原罪在我身上 我觉得神不公平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是的 你生出来是罪人 不是因为你的行为 不是因为你的罪 但是你得救呢 是不是因为你的行为 还是耶稣基督的行为 你得救一样不是你的行为 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所以神是很公平的 是吧 你成为一个罪人 生出来有原罪 不是因为你的行为 但是你得救 都不是你的行为 你八八得救 八八成为罪人 就八八得救 但是又有人说 我就不喜欢了 生出来做罪人 这么欲宣 我要生出来做圣结的人 就像中国人那样说 人之初圣本善 我要生出来做一个善人 一个好人 但是你有没有看过天使 天使是不是天使的 爸爸妈妈生出来的 不是 天使是神一次过创造的 神创造天使的时候 他们是圣结还是罪人 全部天使都是圣结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有三分之一的天使 因为个别拒绝神 以至他们是不得救 其实天使和人类 刚刚相反的 创造出来全部圣结的 但是因为他们个别拒绝神 而不得救 但是人类呢 看来我们每个人生出来 都是罪人 和天使相反 但是如果我们个别接受 耶稣基督的话 我们是能够得救 但是个别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呢 同样好像天使一样 所以不是你的起点 不是你生出来 究竟你是圣结还是罪人 而是你最后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这个才是最重要 神是没有把我们定了死罪 虽然我们生出来是罪人 我们仍然是可以接受他 接受耶稣基督 以至是得救 所以 当阿当当年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个个人 在他里面和他一起犯罪 但是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呢 我们又好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和他一起死 和他一起复活 以至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新人 神真是非常非常之的公义 所以因为一个人 罪就进入了世界 因为罪 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 而我们众人都和阿当一起犯罪 所以就怎样 死就作了众人的王 罗马书的五章十四节 然而从阿当到摩西 死就作了王 连那些不与阿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阿当乃是乃以后要来之人的预障 经文说得很清楚 是阿当至到摩西 死就作了众人的王 为什么保罗要说得这么清楚 是阿当去到摩西 神是什么时候将律法颁给以色列人的 是透过摩西 所以阿当至到摩西 以色列人有没有律法 没有律法 保罗说没有律法 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 所以阿当去到摩西 那些以色列人 知不知道什么是罪 他们不知道 所以如果没有律法 罪就不算罪 所以我们看到 由阿当去到摩西所死的人 尤其是宝宝仔 是不是因为他们犯了罪 不是 他们的死亡 是因为我刚才说过 有原罪在他们身上 是有罪性在他们身上 所以死就作了王 跟着 罗马书的五章十五 甚至到五章二十一 有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 都会说 哇 咦 这么沉气的 读来读去 好像三幅匹一样的 刚才我们读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经文 多余的 不是 所以 保罗其实是要告诉我们 一共有五点 都是和救赎有关 是透过阿当和耶稣基督的比较 第一点 让我们看到救赎的质 的本质 第二点 是救赎的量 第三 是救赎的主角 第四 是救赎的途径 第五 是救赎的标准 透过阿当和耶稣基督的比较 是指出了这五点出来 所以每一点都是很清晰 每一点都是有他的意思 保罗都思考过 然后才写出来 绝对不是多余 第一点是什么 是得救的本质 是恩赐和过犯的比较 罗马书的五章十五节 阿当所做的是过犯 耶稣基督所做的是恩赐 恩赐这个字 原文希腊文 charisma这个字 就是礼物的意思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是一份礼物 阿当呢 是过犯 因为阿当 每个人都是罪人 灵里面死亡 个个都会有肉体的死亡 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 甚至将来会有永远永恒的死亡 但是耶稣基督呢 透过他 将他的义 将他的圣结给我们 能够与神和好 能够被救赎 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 是他赐给我们的礼物 加以文曾经说过 他说如果阿当的堕落 导致许多人的灭亡 这样来说 神的恩典造就人类就更加有效 因为他说耶稣基督的拯救的力量 是远远超过阿当所犯罪而带来的灭亡 是远远超过阿当的能力 所以第一点是什么呢 是救赎的本质 就是恩赐与过犯的比较 第二点呢 是救赎的量 说完质就说量了 量是什么呢 是一人和许多的对比 罗马书的五章十六节 说什么呢 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 因此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清义 阿当一个人的犯罪 众人成为罪人 我们看到神是几真恨罪 这个就是神的属性 祂是愤怒 祂有公义的愤怒 祂是真恨罪 但是神就把众人的罪 摆回在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 透过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 救赎我们 使得许多过犯而清义 由一人是比许多 所以任何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清义 我们都见到神的怜悯神的爱 神的属性 我亦都说过在十字架上就是 神的愤怒祂的公义祂的怜悯祂的爱 他们的愤怒祂的ายel 愤怒祂的être 第三点 就是 được 救赎的主角 救赎的主角 应该是耶稣基督和阿当的对比 但是 在罗马书的5章17个节 作王或掌权是很重要的字 你说阿当于你的生命、掌权或者是作王 这样就不是ok通 是亚当带来的死亡 所以对比是耶稣基督和死亡的对比 在罗马书的五章十七节 说因一人的过犯死就掌权 五章十四节 因为亚当的撥溢死亡就作了王 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五章 亚当的家谱的时候 很多重复出现的字眼是什么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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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但是也有重复出现的字眼 都死了 所以亚当带出来的所有人都会死亡 因为亚当我们失去了王权 死亡就作了王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就能够是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 来到掌权 耶稣基督的国度是怎样的 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七节 说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不单止耶稣基督 在每一个真正接受 他的人的生命当中来到掌权 我们将来也都会 跟耶稣基督一起掌权 这个是圣经的应许 而我们将来统治的范围 是会远远超过亚当当年在伊甸园统治的范围 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还有第四点呢 就是说到救赎的途径 就是耶稣基督的义恨 和亚当过犯的对比 亚当是不是犯了很多罪 所以被神赶了出去伊甸园 不是 他犯了一条罪而已 就是神跟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是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世纪的二章十六至十七节 就是因为他的不服从 因为他的过犯 过犯这个字 希腊文什么意思呢 是超越了界限 神将界限是画出来 是给亚当和夏娃 但是夏娃和亚当 就是超越了神给他们的界限 相对来说 亚当的过犯是和什么成正比 是耶稣基督的义恨 他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所做的 罗马书的五章十九节 一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就被清义得生命了 在罗马书的五章十八和五章十九 有一件事我们要注意 这里是说耶稣基督的义恨 很多人做了基督徒之后就放屁了 我已经得救了 我不需要有生命的改变 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你看看罗马书的五章十八和五章十九 五章十八就说清义得生命 清义是神称你为一个义人 给你一个地位 不是你自己的义 但是五章十九呢 成为义料 这个很多人认为是 也都是说清义 但是如果你看原文的希腊文是将来式 一个清义是过去式 但是成义就是将来式 就是说我们被神称为一个义人之后 我们要继续走在神的旨意 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 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 还有第五点呢 就是得救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什么呀 究竟是恩典还是律法呀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和合本在五章二十节的翻译 就是加添了律法 圣经新译本就是说律法的出现 律法的出现发生什么事呀 或者加添了律法 要过凡显多 只是罪在那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恩典不是神说 哎呀我的计划不够好 所以我现在要加些恩典下去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后来补上去的 神的计划一早就是有恩典 神以恩典代阿当夏说 神以恩典来对待以色列人的先祖 神以恩典来对待以色列人的民族 神给摩西律法不是要取代恩典 是要来做什么呀 是给人见到恩典的需要 律法就是让你知道你自己做不到你需要神的恩典 律法是暂时的 但是恩典是永恒 神为何要给律法给人说 有很多人说 就是要指出人的罪 其实这个是对的 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七节 说不是因为律法的话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罪 那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罪 那就是神给律法你是要指住罪 是不是要指住罪呀 不是 你看完后面的经文 律法是使过犯显多 大件事 有了律法你还想犯多些罪 你说不会挂牧师 哪有人这样的 可能你自己做了你都不知道 我讲两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你看一下夏娃 当神还没有宣布 在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对他来说 一棵树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我今天就吃这棵 我明天就吃那棵 但是神跟他说 喂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哇 当和夏娃对眼当堂明亮了 原来这棵树上的那些才是最正的 是不是 就很想吃 所以他怎么样 甚至跟魔鬼那条蛇说什么 哎呀 神说 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 连碰都不能碰 神有没有说不能碰 没有说不能碰 他自己加上去 所以我经常都说夏娃就是第一个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做什么 就是在神的律法四周围 难上难干 那我不碰 那我就不会吃了 不会触犯神的律法 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想法 其实问题在哪里 你的心就很想犯罪 你的外表就没犯 但是你的心已经犯了出来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和以色列人说 你啊 你们这些人 你向女人毒淫 你已经和他犯了奸淫 你就是在怒你的弟兄 你已经杀了他 你心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已经犯了罪 夏娃就是第一个法利赛人 哎呦 不碰我就不会吃 没有这样的事 是吧 第二个例子是什么 昨天我们做月饼的事工 是吧 中秋节就快来了 九月十七 你现在你去到market 去到超市 全部都是月饼啊 我以前 在这个季节我看到月饼又怎样 哦 中秋到了 对月饼没什么感觉的 有一年了 刚刚新近几年 我的医生跟我说 Sidney 喂 你这些血糖越来越高啦 你要小心不要吃那么多甜的东西啊 喂 现在看到月饼又怎样 哇 好美啊 哇 这些月饼真是好吸引 好美啊 想吃 我每年都不想吃的哦 放在这里 袋面就不吃的哦 哇 今年还觉得那些月饼越来越便宜 七十八分就一盒是吧 又便宜又漂亮 你就是不吃不做得的东西 你就特别想做 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 律法是指出人的罪 令到过犯显多 但是当过犯显多的时候 神的恩典就更加多 神的恩典是足够对付人的罪 那有人就问了 哇 让我犯多些罪啦 让神的恩典显得更加多 这个问题其实保罗也有想到的 在罗马书的第七章 所以今天是说罗马书第五章 不跟大家讲住 埋一个关子 尽管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 死亡仍然作枉 但是神的恩典都是救我们 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都能够是 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来作枉 基督徒我们的身体最后都是会死亡 而且我们现在呢 我们的血气 我们的肉体都会引诱我们去犯罪 罗马书的第七章 又是讲得很清楚 遲些跟大家讲 但我们仍然能够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到掌权 来到作枉 结束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看看就是 在罗马书的五章十四节 是讲到阿当是耶稣基督的预像 很明显就是将耶稣基督 和阿当来到比较 圣经真的有很多比较 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四十七节 说阿当是出于地 但是耶稣呢 是出于天 还有呢 阿当在伊甸园是被魔鬼来试探 耶稣基督呢 在雪旷野是被魔鬼来试探 阿当在伊甸园四周围都是美好的事物 神创造的都是好的 是吧 还有神的爱包围住他 耶稣基督呢 离开他的天父 来到世上 在罪人的当中 还被人仇视 最后死在十字架的上高 阿当呢 是一个贼 他是偷了禁果食 不吃得的 他偷了 被神赶出了乐园 耶稣基督呢 为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的时候 向他隔离的那个贼 说什么呀 今天你要与我在那里呀 在乐园里 阿当就被赶出乐园 但是接受耶稣基督那个贼 就能够进入乐园 圣经也是很有趣 在旧约 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得是由创世纪的第五章一节开始 就是阿当的家谱 旧约是以什么来结束呀 是以马拉基书的四章六节是一个诅咒 新约呢 开始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是耶稣基督的家谱 不是阿当的家谱是耶稣的家谱 但是最后呢 神应许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第三节 不再有任何的罪咒 这个就是全部圣经的故事 一个很简单的写照 但是我们虽然出生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阿当的后人 每个人都是罪人 但是我刚才说的 神是没有定了我们死罪 我们是可以有第二次的出生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和尼哥底母 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所说的重生 是由上面生是由灵生 我们有得间损 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 以致是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 以致能够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掌权 我不知道现在听我这篇道的人 有没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如果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你不需要是一世都成为罪人 最后是有永恒的死亡 你只需要接受耶稣基督 你就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生命 你就能够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掌权 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给我们所有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今天见到亚当罪的可怕 亚当一个人的罪影响了所有的人 我们的罪不能够影响所有的人 但我们的罪都有后果都有影响力 有一个神学家他说我们的罪就好像麻风病一样 不单止影响我们自己也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罪都要很小心 虽然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来掌权 而不是罪在我们的生命来掌权 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 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人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至二十一节 见到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对比 也都见到罪的可怕 愿意我们未接受你的人 都能够是接受你 以至我们是能够逃避永恒的死亡 那些已经接受了你的人 愿意我们都是能够 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掌权 愿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 愿意我们有空能够高举你的名 将一切的荣耀重赚得归给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 向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 感谢您的观асс 感谢您的观察 优优独独播剧场